下面一起来看一下指令系统这张整体的一个知识框架 指令系统这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指令格式、寻指方式和两种设计的方向 精简指令机和复杂指令机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没有红框 只是因为这张的各个部分的理解是相互依赖的 所以不能说哪里特别重要 哪里就可以不看 是需要大家整体的理解 所以这里不存在重点 都是重点 同时要结合第五章CPU的一个工作原理 来把整个体系它是怎么工作的给它理顺 其中需要回顾一下的就是 第二章的关于数据存放的这几个要点 因为在这里我们是具体的要去把指令和数据放到存储器当中了 而在指令寻指这一块 主要是结合PC把指令寻指的这个原理给它理解好 总的来说就是始终到PC所指的那个位置去取一条指令 过来执行就对了 这样的话顺序寻指就是PC不断的自动修改的那个过程 而跳跃寻指就是在执行周期再修改一次PC 就完成了跳跃寻指 最后是数据寻指的一系列方式 那么基本的这些寻指方式 大家结合课后题去把每一种寻指方式能给它过程做对了就行 需要稍微补充一下的是转移指令 一个是关于它的整个的执行过程 取始周期跟普通的指令一样 而执行周期它会去修改PC的内容 修改的方法就是把PC加上一个相对的偏移量 注意这里用的PC是取始周期修改完之后的PC 不是本条指令的PC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要理解它的一些标志位的使用 这些标志位是什么含义 这些标志位是从哪来的 以及在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的大小判断的时候 用的是哪些标志位这三个点要搞清楚 这是要掌握的一些知识点 大家可以对着这个图大致回忆一下 有没有盲点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真题考察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第四章单独考察的比重不是很大 但是在综合题当中 它是结合第五章比较紧密的一个章节 所以要在学习的时候 把它跟第五章结合起来理解清楚 整个机器是怎么来运行这一套指令体系的 指令当中的每个字段是怎么起作用的 这是整体的一个想法 那么再具体来看一下每个考点考察的情况 可以看到选择题当中主要就是考一下数据群制 就是某条指令使用了某种数据群制 它执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就是一个指令格式的考察 有可能是要求我们写出某条机器指令 它具体的一些内容 有可能是要计算一下扩展操作码 可以写出来的指令的数量 也有可能是转移指令相关的一些标志位的判断 或者转移指令执行的结果 而Cisk和Risk的话主要就是考察一个概念 结合到第五章的话 最多的就是考察指令格式 我们要理解指令的每一个字段是什么含义 拿到一条汇编语言写出来的指令 要会把它转化成零和一这种代码组成的机器指令 然后就是结合寻指方式来考察一条指令 具体在CPU当中是怎么执行的 这样的一些形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每一个小的考点 我们就处理一下